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神的话语是西伯来书的二章一到四节给大家带读一遍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众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语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也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这就文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阿们 我们今天以西伯来书的二章一到四节读过的经文为中心 围绕着感谢这么大的救恩吧 这样的题目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今天为我们预备的恩典 我们人在神面前并没有做什么蒙神爱的事情 跟神的关系也不是说蒙神爱的一个关系 我们反而呢在神的面前听信了魔鬼的话吃了上个果 而且呢成了魔鬼的帮凶 反过来抵挡神 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可是神为什么爱我们这些世人呢 神的爱呀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唯独领受到的人 他的眼睛才能看到 他也会彻底的明白 没有神的爱 他就不能活 所以因着他有了这样的体验 这个爱呢在他的灵魂体当中 所以呢这成了他的灵魂体 今天明天一直到将来要享受的记忆 神的爱呢有一般的恩典 有特殊的恩典 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体会到 所以呢如果说我不了解神的爱的话呢 要么说明你是无知的 要么呢就是你以为啊 我生在这个世上啊 自然而然的 生下来之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死 可能你相信的是进化顿 这我倒不清楚 然而呢真正的了解了神的爱的人 他就知道我现在的活 是靠着主的爱主的恩典 那么越有了这样的领悟 越会感谢主的 这个感谢不是在嘴上 那么他一定会真心的来表达这个爱的 所以每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 神呢就说了啊你是知道我爱你的 所以我们感谢的时候 神就通过我们的感谢得荣耀 所以呢 没有比感谢更能叫神得荣耀的 没有比感谢更能让我们认识神的 马太福音的五章的四十五节里告诉我们 那些人呢 有人不是说神的恩典在哪里呢 那对这样的人呢就说 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人呢同样的呢 种田吃五谷 同样呢来享受大地雨水太阳的能量 所以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呢 不享受这些一般的恩典的 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的 那么我们世人呢 是怎样的存在呢 是神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催在了人的鼻孔里 让人来治理万物来管理地球的 可是我们人呢偏偏 背利了神 违背了神 背叛了神 结果呢这些祝福呢被抢去 变得呢只在这世上吃喝而活 所以呢这个身世呢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了解神恩典的人呢才叫属神的人 而且呢了解神恩典的人 他每天的告白呢 都是说我是靠着主的恩典而活的 我是靠着主的恩典而活的 他不能够不这样的告白 因为事实就是他靠着主的恩典而活 以色列民族 神是为了解决整个世人呢 人的罪要在地域当中遭受痛苦 永行的痛苦 就让神的儿子呢通过犹太人这个血统伤在世上 让他死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呢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就把他当作人间的垃圾 必须要定死的一个大罪人 就把他定死在他十字架上 今天呢就成为了我们的恩典 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救主 世人呢虽然不认识他 可是呢认识神的人 就知道自己的灵魂体都是靠着神而活的 约福音的一章的十四节里说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政治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福音的一章的十到十三节里说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这位呢是我们 献出性命来感谢的一位 献出生命来迎接的一位 可是呢人们呢反而呢说 你李当定在十字架上就把他定死了 可是呢主耶稣的死却成为了我们的恩典 那么杀死他的人 主耶稣的恩典对他们是无用的 他们如果不在主的面前悔改的话呢 就不能够得救 我们主耶稣的死 正是代替了我们因为最要在地狱当中所遭受的勇行 讲到地狱啊 我真是毛骨悚然啊 我们所有的圣徒们 我们进天国也不能下地狱 但是呢最终的结局呢 总是两个当中的一个 我绝对不能下地狱 带来一起说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进天国 什么样的人 掉在地狱里呢 就是不了解神的恩典的人 他们把耶稣 判作亵渎神的一个罪人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呢主耶稣的死呢 却是担当我们的死 担当我们的咒诅 所以呢 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为大家不安门的话 说明不是你的吗 请你看着办 因他受的警戒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和人偏情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跪在了他身上 他了解这一事实 迎接他的 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做 神儿女的权名 这样这种人呢 不是从情一生的 不是从血气生的 也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所以呢 从神生的呢 就迎接主 就迎接主耶稣 为自己的救主 凡这样的人呢 在今天的主日当中 就具体在主身体的交互里边 来告白 主 我是你的儿女 我迎接你的死 如果没有你的话呢 我的灵魂体都是绝望的 这因为你的缘故 我从罪 造主地当中得活了 现在太阳 空气 水 粮食呢 都 供给我活着 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我的儿女呢 也都是主 你赐给我的 所以主 我现在的活着 靠着你的恩典而活 那么这样的告白的人 聚到一起 就叫做礼拜堂 他们一同献上的礼拜 就是荣耀神的礼拜 大家承认阿们 神的恩典呢 即便是充满在了天地当中 可是明白的 得到的 相信的人呢 这个恩典呢 就属于他 这恩典呢 就是他的份 但是不幸的 没有得到的人 神的恩典对他是 无用之物 他最终的结局呢 只能是地狱的刑法 所以呢 我们大家呢 要豁出命来的 了解神的恩典 得到神的恩典 我们不了解多少 就是多么的无知 而我们了解神的恩典呢 是制造的知识 那些制造了 核武器的科学工作者 他们不认识耶稣 同样要入地狱 然而呢 大字不识两个的人 只要知道耶稣 是为我死的 承认自己呢 是需要主流血的罪人 只要他悔改 就能承受天国伟业 所以呢 哪一个知识对我们 是有永恒价值的呢 世上任何的学问 任何的科学 没有耶稣的话 他们的灵魂最终的结局 同样要下地狱 可是呢 我们了解了耶稣 有了认识耶稣的知识 不管我们有知无知 都没有关系 最终我们都会承受天国 所以我们最高的知识 就是我们没有藐视神的恩典 而珍重了神的恩典 我一祖的名祝福你们 这些成为你们的知识 路加福音的十六章里面 记载着财主跟拉萨路的事情 拉萨路是个乞丐 他跟狗在一起 狗舔他身上的窗 他在财主的门前讨饭 然而呢 岁月流逝 在岁月当中 人的性命 没有永远不死的 这有一天 他们都死了 财主呢 被拉到了地狱当中 他在那火炎当中 难以忍受痛苦 而乞丐拉萨路呢 却被天使借到了乐园里 他在那里呢 是极其的幸福的 那么在市场活着的时候 谁活着幸福 谁有钱 谁贫穷 谁不幸 是无所谓的 重要的是我们灵魂的时代 谁幸福 那是更重要的 所以肉体的时代再幸福 最后的结局是死 而灵魂时代的幸福呢 是永恒的 灵魂时代的幸福呢 来自于认识耶稣的知识 来自于不小看救恩 就是活出命来 也要得到这个救恩 知道这个救恩呢 是至高无上的 正因为呢 他是大于性命的 是大于性命的 财主在这地狱当中 在这火炎当中啊 看到了他的祖宫 亚伯拉罕就喊着说 亚伯拉罕 我祖啊 我在这火炎当中 极其痛苦 或在火炎当中 极其痛苦 难以忍受 所以在世上 有钱又能怎么样呢 有了名誉又能怎么样呢 当性命结束之后 他没有认识耶稣的知识 就导致他 在这地狱的痛苦当中 来遭受这永恒的痛苦 亚伯拉罕就说 我不能给你送水 因为在你我之间 有罪的深渊限定 这个罪的深渊呢 因着主耶稣流血呢 已经解决了 可是你不了解主耶稣的血 你以为钱 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了 这个血才是你的宝贝 悔改才是宝贝 在这个保险面前 悔改 血呢 涂抹了你的罪 你的罪得么赦免的话 你我之间 就不会有这个深渊限定了 可是现在呢 有深渊限定 所以呢 我不能到你那里去 你不能到我这里来 你活着的时候呢 为了你的肉体 和私欲的满足而活 可是纳萨路呢 却带着天国的盼望而活的 他是带着这样的心心而活的 所以呢 怎样活才是福气呢 唯独为了灵魂的时代 各位圣徒 你们要 指定哪一个呢 我们为了选择 为了做出智慧的选择 我们才来听到的 主给了我们 可以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 我们要借着这样的自由意志 来选择耶稣的宝血 那么既然主耶稣为我们死了 我们要承认 我们是需要主耶稣宝血的罪人 主耶稣是为我死的 我们来确认主耶稣是为我死的 证据呢 就是要有 耶稣的宝血在你里面流 而且呢 你圣洁的证据呢 就是圣灵在你里面 你也要常常的跟圣灵来交通 圣灵呢 常常有圣洁 跟神来成就神的意义 而且一生来感谢这个救恩 来做礼拜 来为主而活 当你的性命结束的时候 就可以在天国当中 永远地活着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这也是我们信心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和结果 大家相信地回答阿们 世上无数的人 那么他们到了时候呢 就去问呢 谁给了我恩典呢 谁祝福了我呀 所以呢 他就去找神 结果呢 找到了自然当中的什么东西 就去拜他们 说我谢谢你 谢谢你保护了我 把人当作神 把物呢 磕成了神的形象 去献礼物 来献这些像 那么这些人的活在世上 跟我们同样的吸收空气 也吃粮食 也在大地上活着 最后要死的 所以呢 他们认为的那些神呢 都要死的 那怎么能够赐福给别人呢 所以说呢 我们没有这么做 我们真正的来到了 赐福于我们的神面前 我们认识了这位万福之源 我们也得到了万福之源的神 这是我们值得庆贺的事情 所以那些敬拜别神的人呢 他们就不知道福从哪里来 所以他们总是在寻找 去找人 来求人来祝福他 所以他如果有福的话呢 他就献上礼物来感谢 他所认为的福呢 就是儿女出息了 得到钱了 尽职了 但是如果你认为 这些是福气的话 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呢 你去求这些福 那死了以后呢 他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亲爱的各位圣徒们 在这世上主观了生死或福的 只有神一位 我祝贺你们认识的这一位 真掌管了生死或福的神 哈雷路亚 真的个人来寻找他们自己的神 而且呢 京城所致的呢 来献礼物 来祭祀这些神 来求这些神呢 赐给他们祝福 这是他们自己所寻找的神 是他们造出来的神 然而我们所敬拜的上帝 不是我们造出来的神 不是我们造出来的神 他是在万世之前就有的 他是太初就有的 他是太初就赐福于我们世人的一位 所以呢 唯独这一位是我们的万福之源 唯独这一位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唯独这一位是我们要感谢的神 唯独这一位呢 是能够祝福我们的神 大家承认的阿们 约翁一章一到三节里说 太初有道 这道呢 是在太初 也就是说有人类之前 他就独自存在的 因为他是个灵 可是因为有人的存在 他就造了让人能够听懂神的话的耳朵 又给了人思维的判断 他就对人说 这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大家承认所有的万物都是属神的 为他安眠 因为他是万物的主人 我们也靠着他所造的万物活着 所以呢 我们是领受他恩典的主人 大家承认吗 所以 神呢就让我们的灵魂体呢 能够靠着对他的信心而活 所以他当然要领受来自我们人的感谢和赞美 所以 使徒保罗就尽于圣灵的感动 说不管吃什么 喝什么都要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不管做什么 都是神教我们能够做得到的 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当然要荣耀神 如果我们弃绝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典 来制造出别神来 并且如果敬拜别神的话 那这就是自欺欺人了 这人呢就是与神为仇的了 那么与神为仇的魔鬼赛的邪灵 就是别神 他不是赐福于我们的 他是咒诅我们的 叫我们犯罪的 叫人得病的 杀死人 最后把人带到地义当中去的 他是仇敌 所以这个仇敌呢不是我们服侍的对象 乃是我们奉耶稣的名赶住的对象 奉耶稣的全名赶住的对象 他让我们人犯罪 之后呢 他又借着这个罪呢来咒诅人 叫人得病 然而呢 主要所谓我们的罪流血了 我们在主的面前流血呢 就可以把罪涂抹下来 把罪涂抹掉 所以我们没有主是不能活的 大家阿们 神的话语说 如果你们制造了别神 把礼物送给别神的 那么他的愁苦必加增了 他的愁苦必加增了 本来神要得的荣耀 人呢 把这个荣耀呢 给了别神 给了魔鬼邪灵 那这样的人的话呢 一定要更加多受愁苦的 就像诗篇的十六篇的四千里说 送礼物给别神的 他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以色列百姓们呢 在埃及 法老的手下 来做奴仆 他们就像一个消费品一样的被使用 像牲畜一样的 随意的被宰杀 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呢 是人不能够言表的 就像以前的黑人呢 在被白人用作奴隶的时候的 所遭受的痛苦那样 可是呢 黑人呢 做奴仆的时候呢 那么黑人生了孩子呢 是不被杀死的 然而的 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的 生了孩子的 男孩是要被杀死的 并且呢 他们的重负 是他们承受不了的 如果承受不了的话呢 只有埃鞭打 最后的结局呢 就是死 所以呢 他们生怀了 这样的痛苦当中 神呢 就采败摩西 到埃及去 神呢 通过摩西 显出了十种灾安 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 来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办法过红海 后面呢 有埃及的追兵 他们赶着最好的车辆 来追以色列百姓 前面有红海 后面有追兵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 百姓的对门 摩西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难道我们在埃及 没有葬身之地吗 为什么让我们 遭受这样的痛苦 亲爱的各位 他们在埃及 遭受了那样的痛苦啊 那么等来到了红海边上的时候呢 进退两难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发出了埋怨 那么摩西就说 你们要静默 你们要看 把你带到这里来的是谁 那神就说 摩西啊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他说是拐杖 我们看后面有埃及的追兵 可是呢 神呢 突然呢 让云柱呢 就拦阻在了埃及军兵 跟以色列百姓之间 非常的黑暗 叫埃及的追兵们看不见 之后呢 就对摩西说 你拿的是什么 他说是拐杖 你把这个拐杖指向红海 他指向红海的同时 就有大东风刮起来 风呢 把水呢 吹开 两边立起来 墙远 之后呢 把这个海底吹干 就让百姓们行走红海 如走干地 等他们到了陆地上 那么又把这个云柱挪过来 埃及军兵呢 就看见了 他们一看呢 以色列百姓们过了红海 他们也赶紧地下去追 所以呢 这些车辆呢 就下到了海里 等他们全员 进到海里的时候呢 这个水墙啊 重新地合起来 所有的人都葬身于红海 那么科学呢 也有资料说 在红海那里边呢 打捞出来了什么 600的这样的车辆 所以色列百姓们这样的过了红海 免除了死亡 但他们到了红海呢 又对摩西说 摩西亚我们饿了 结果呢 神呢 就从天上降下 马拿来给他们吃 这马拿呢 非常的好吃 他们从来没有吃过 他们又喊了 摩西亚我们渴了 所以神呢 又让摩西呢 几大磐石 结果呢 就饮水来给他们喝 他们喝了这水以后呢 也是从来没有尝过的 所以就说 摩西亚我们想吃肉 结果呢 鞍蠢飞过的时候呢 就都 掉在了他们的 所住的地方 他们就拿去吃 也没吃过什么好吃的肉 神呢 就是这样的详细的 来赐给他们 生存一切的条件 当时呢 气温呢 是三十四五度的 可是呢 神用云柱来 为他们来遮阴 晚上的时候 又怕他们冷 又给他们 用火柱的来保暖 所以他们是多么的幸福 然而呢 摩西等到神 让他来到了西奈山 要把律法来赐给他们 让他们造着火 而且每当他们要犯罪的时候呢 神为了饶恕他们 就要给摩西啊 制造会幕的设计图 所以呢 就呼叫摩西 来到了西奈山 那这些百姓呢 以为摩西呢 会马上回来 他们等了一天 等了两天 等了三天 等了十天 之后呢 这些百姓就凑到一起 说 摩西的神哪儿去了 摩西哪儿去了 我们来制造神吧 他们就制造了金牛犊 开始来拜这个牛犊 在那个牛犊 来献祭 来做那些不该做的坏事 结果呢 他们当了没有一个人 见到了神 所赐福于他们的迦南腐地 他们就在旷野 如同烟一样的 如同灰尘一样的腐烂 消失在了那里 这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 他们本来是借着神的恩典而活的 却不知道感谢神 所以最堕落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不知道感谢的人 各位 你们现在能来到这个位置 你们要感谢神 你们的四肢白体 你们的五脏六腑都能够健康 要知道感谢神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有这么多流行的病 而且呢 天地当中的灾害 这些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这是我们不感恩的事情吗 这不是偶然 这是神的恩典 为我们拦阻的结果 可是你把它当作偶然吗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够错误的理解的 那么不管是谁 我们能够体验到的 能够感受到的神的恩典 还不承认 还不知道 还无知 还说神哪里有 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呢 你是绝望的 那么如果没有得到神的人 最后呢 就是入地狱的人了 所以我们是一定要得到神的 我们一定要有神的 照比万物的恩典 神赐给以色列百姓呢 是让他们脱离了法老的这样的统治 就是我们呢 现在耶稣把我们从魔鬼的手里拉出来一样 也就是说魔鬼要把我们拉到地狱当中去 可是我们接着耶稣的保险悔改呢 就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天国和永生这样的恩典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么怎么你就是 愚钝到了得到了恩典都不知道的程度呢 有的人的这个脚 脚掌啊 就是你在脑他也没有感觉 就是这个有了这个茧子了 你用茧子往下夸也不知道疼 所以恩典呢在你里边流淌 你还不知道这是人的恩典 就像蛙人呢 跳到了这个海水当中 这个海水呢 他直接感受不到啊 他以为呢 不在海里一样 可是等到这个呼吸呢 要换气了 他就游上来 那时候呢 才知道是在海里 所以呢 在海里虽然是很自如 可是呢 呼吸忍不住了 说呢 就得上来 同样呢 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世上 有一天我们会感受到 我们活不了了 你们这个世上的充满了 只是头脚杀害毁坏的魔鬼的工作 世上的没有一个呢 是恩给我们的 是恩于我们的呢 只有是祝福我们灵魂体的神一位 我们大家承认的阿们 所以我们蒙祝福的唯一的道路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活在这世上呢 有一天我们会性命结束的 然而呢 能够归到神那里去的 只有耶稣 因到我们到父那里去的 只有耶稣 所以我们流血的 只有耶稣 叫我们悔改的 只有耶稣 而且让我们被圣灵充满 让我们充满了圣洁 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私欲 让我们能够承受天国永生的 这就唯独主耶稣 唯独这一条道路 你们承认这个恩典的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我们记得这么大的恩典 等我们到了父家里去 这世上的痛苦就都结束了 在神的国里边呢 没有秃头 在神的国里边呢 也没有弯腰的 在神的国里边也没有掉牙的 在神的国里也没有白头发 在神的国里边也没有选美大会 因为都是美人 因为都是美丽的 在那里边呢 没有长得好长得坏的 都是美男美女 在神的国里也没有个儿小的 在神的国里没有任何的缺陷 都是我们一个变化的 一个属灵的灵体 在天国当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幸福的 这个幸福呢 是我们到了父的家里边 才能够享受的 为了制造出来这样的幸福 神呢就舍弃祂的儿子 让祂的儿子呢 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 把魔鬼手里的我们救出来 用祂的话语 用圣灵 用祂的宝血 用祂的福音 那重生的我们 叫我们成了神的儿女 叫我们能够跟神 永远地活在一起 这个恩典呢 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恩典 我们知道天国的路啊 是黄金路 我们在世上的这个黄金呢 纯金呢是99.9 那么照天国的黄金 来比较起来的话呢 就像石头一样的了 而且天国的地呢 是水晶路的 大家能想象得到吗 在那里边呢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爱 所以呢我们 赐给我们万物 我们感谢主 赐给我们一般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 又赐给我们主要 受保险特殊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 我们也能感谢这样的恩典 而尽忠 而传道 而献礼物 而顺从主 而尊随主的旨 而活的 这些都在天国当中 我们预备奖赏 我们知道天国的家 一个家多么的荣耀吗 天国里面的最小的家呀 也是我们在世上呢 所买不到的 那是宝石所建的房子 所以现在你们的家呢 就在天国当中 在建造大家承认的阿们 亲爱的各位 现在你们大家 心里边呢 已经有了 这伟大的祝福 等你们脱掉了肉体 就可以在天国里边呢 永远地享受了 天国里有多么的幸福 所以过千年呢 如同我们在世上过一天 过千年 如同世上的一天 你们大家一定要去的阿们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 所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就是神的儿子的血 为我们而死的这个恩典 他代替我们死了下的雨 担当我们的罪 为我们死了 而我们从地狱当中 拯救出来了 只要我们承认 在这个恩典面前 承认我们是罪人 这里的悔改 耶稣的保险呢 就涂抹我们的罪 没有罪的人 就可以在天国里边 永远地活着了 在那里边的千年呢 如同一日 可是呢 如果忘记这个恩典 不了解这个恩典 的人最后所去的地方 就是地狱了 然而在那里边呢 是一日如千年 怎样的痛苦度过一日 如同千年呢 所以这个身世 我们是一定要免除的 我们正是为了要免除 这样的身世 我们教会从开拓 一直到今天呢 祝福牧师啊 从来没有变的 你们在我里边的圣灵 叫我不断地来讲天国 讲地狱 讲耶稣所留的宝血 叫我们承认 耶稣的血是为我留的 所以我们要悔改 悔改我们眼睛犯的罪 耳朵犯的罪 犯犯的罪 行动犯的罪 心思意念犯的罪 成为了魔鬼的奴仆 活出了肉体 活在肉体私益当中的这样的罪 顺从了肉体的要求的罪 而且呢 不顺从的罪 这些罪呢 我们都悔改 这些罪嫁呢 都是要打扶我们下地狱的 所以我们有什么必要 非抱着它不放呢 只要我们把它 掏在耶稣保险面前 就无效了 我们就可以免除地狱的身世 就可以在天国当中 永远地活着了 地狱呢 是多么的痛苦 才说在那里边 一日如千年呢 所以我们是绝对 不能够入地狱的 大家不愿意去地回答 阿们 本文是怎么说的呢 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 所听见的道理 空旱我们随流失去 这世上的最不幸的人呢 就是主耶稣已经通过万物 赐给我们一般的恩典了 而且呢 我们的祖宗亚当 开始犯罪了 就属于了魔鬼 所以呢 我们也应当的 被魔鬼拉到地狱当中去的 然而呢 主耶稣就流血 赐免了我们这样的罪 所以呢 这个恩典呢 我们是绝对不能够随流失去的 别的都被夺去 这个恩典也不能够被夺去 不能够丧失 唯独这一点呢 是不能够丧失的 之后呢 又说 所以这个恩典呢 有多么的宝贵 才又强调说 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凡干犯悖逆的 都受了该寿的报应 天使所传的律法 已经确定了 所以呢 干犯悖逆的 那因为他所犯的罪 就必带来咒诅 带来死亡 所以呢 都受了该寿的报应 都受了该寿的报应 何况 我们若忽略 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讨罪呢 因着律法 因着神的话语 发现了 我们有罪了 那么 因着我们 干犯了律法 就要 受律法的报应 也就是死亡 可是神的儿子呢 背负了神的家 代替我们死了 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了 为我们解决了 拯救了我们了 这么大的恩典 如果你忽略的话呢 就出大事了 我们要把它当过 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 所以你要致死忠心 为了守神的诫命 可给耶稣来做见证 即便是我们是被斩 也不能够丢掉这个恩典 也不能丢掉这个救恩 因为这是我们永恒的 永固的 永恒的幸福 是我们到神的国里面去之后 我们知道神的国 就是我们见了耶稣的保险 白白得来的 所以我们要永远地 享受这个恩典 永远地享受这个恩典 你们如果相信 你的救恩是宝贵的 回答阿们 因为是把我们 从罪和地狱当中 拯救出来的 所以这个救恩 那当然是宝贵的 因为我们在地狱当中 能活不了 所以我们的 从地狱当中得救 是其其宝贵的 我不能够下地狱的 大家不能够下地狱的 去回答阿们 我一定要进天国 在天国里活着的 回答阿们 哈利路亚 可是 那么还不能忘记的是什么呢 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神怀中的爱子 神自己倒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祂的肉身呢 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的死而来的 祂是为我们流血 为我们死的 祂也偿还了我们的罪了 所以就把我们 从罪死往地狱当中 成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才得到 天国永生的 所以这个血的恩典 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 绝对不能够忽略的 绝对不能够忽略的 如果你这一点忽略的话 别的就都丢掉了 所以我们觉得 不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如果你忽略了这个救恩的话呢 你是死路一条的 耶稣的血就白流了 所以你要警醒 你要警醒 这是一个恳切的拜托 这救恩呢 就是把我们从罪死往地狱当中 拯救出来的这个救恩 那救恩首先呢 是主耶稣亲口讲的 后来呢 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也就是说 门徒们听到了以后 他们被证实 被圣灵充满 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讲道说 你们是杀死了神的儿子的 你们该怎么办 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了 他死是担当你们的罪 所以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他的名来受洗 领受圣灵 这个我听到的人呢 就有三千人悔改 悔转 有的时候呢 有五千人悔转 那么这么伟大的果效 就是主耶稣呢 在证实他的道 而且在圣殿的美门口 彼得让瘸腿的人站起来 就对众人讲 是你们杀死了耶稣 叫他站起来的 在所罗本的廊下 有那么多的病人 彼得的身影 碰到他们身上 他们都得医治 彼得就对他们讲 是你们定死了耶稣 救了你们 医治了你们 这都是主耶稣 签字的证实了 大家理解的回答阿们 真的就这样的 用神迹和奇事 以及各样的异能 按照自己的旨意 并圣灵的恩赐 来同他们做见证 所以圣灵建立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避得到能力 并从耶路撒冷犹太 全的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那么我们得到的 这个救恩的话 绝对不能再忽略 绝对不能再丢掉 绝对不能再放下 绝对不能再被抢去 这要成为你的份 要成为你人生 最最宝贵的宝贝 你要把它当作 比你的性命更加的宝贵 绝对不能再被抢夺去 这就是主耶稣恳切的愿望 祂就是不希望你们灭亡 这是主耶稣流血一样的真实 流出血来的这样的希望 主耶稣宁可舍弃了门徒们 都要叫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因为主耶稣的真实 这是应该主耶稣的真实 因为这个救恩是当于性命的 耶稣牧师从开德到今天 也没有变化 一直在讲说同样的道理 因为这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别的得不着 这一点我们也绝对要得着 绝对不能够忽略了 绝对不能让它随波流去 绝对要得着 绝对要保守住 大家理解的阿门 亲爱的各位 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用什么来回报呢 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主呢 主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 是我们不能够偿还的 这个恩典呢 你们虽然回到阿门 可是你心里边呢 没有这样的感情 没有这样的精神 就是说这是无限量的恩典 不能偿还的恩典 那这样的话对不起 你就是从理律上来了解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借着耶稣的保险 把我们从一日如千年 这样的地狱当中成就出来的 而且现在我们的活 也是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万物 这是我们不能够偿还的恩典 我们单单从一日如千年的地狱当中出来 进入了千年如一日的天国 凭着这一点 这就是怎样的荣耀 怎样的祝福呢 而且那里的荣耀是直到永远的 有位上了年纪的奶奶对我说 牧师恐怕我进天国以后呢 也会不舒服的 因为我的牙都掉了 又不能吃 而且腰都歪了 又不能走 就我进天国这么活的话呢 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地狱呢 又不能去牧师啊 可是我到天国去以后 我现在都活得这么累 走都走不动 我到天国再活得该多难受呢 而且我都没有牙了 我到那里怎么活呀 我说奶奶 天国里边呢 掉了的牙还会再有 你掉了牙到那里边呢 都会再有 而且你的腰呢 在那里边呢 是直的 你现在的腿疼了 到那里边是不疼的 你在那里边呢 你会以你最美的面貌活着的 不是啊 你话怎么能信进去啊 不是我的话呢 是神的话 是吗 是吗 那到天国以后就不痛苦了 但是呢 我跟他讲得很清楚 那他等待着痛苦结束的那个日子 听了信心呢 死要指定耶稣的保护而死 之后呢 在天国里边 永远美好的生活 亲爱的圣徒们 所以神的恩典呢 大家看耶稣田牧师 世人该多么的喜欢钱 世人又是多么的喜欢名誉 世人又是多么的喜欢那些豪宅 可是这些对于我来讲呢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因为我得到的远远超过这些的 永远的宝贝 所以如果说天国在这里在那里 你们都不要信 天国在你们里面 大家阿妹 在你们里面 大家里边呢 有没有对天国的梦想在重重一动呢 我们所得的恩典呢 不是人能造出来的 我们所得的恩典呢 是人做不到的恩典 是神单方面赐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神那单方面呢 赐给了我们灵魂体的恩典 我们要为此感恩 这是圣经里的教导 我们要知道感恩 我施恩于你们 我只得你们的感谢 所以呢你们要感谢 那么主呢 施恩呢 就是为了要得我们的感谢 主施恩于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赞美他 主施恩于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来顺从他 这样 祝耶稣主施恩于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跟他 一同在天国里永生 没有神的恩典的话 我们的肉体也好 灵魂也好 都全然没有活路 现在如果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活着 那么我们当然要感谢神了 主耶稣遇到了十个大麻疯病人 那么有十个大麻疯病患者来找耶稣 求主耶稣医治他们 主耶稣就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把你们的身体呢 给祭司查看 这十个人呢就往回跑 跑着跑着 他们就得医治了 各位 当我们从绝症当中得医治的话 那个心情岂不是在天国里一样吗 因为这个肉体的痛苦结束了 多么残忍的痛苦结束了 结果呢 他们就欢喜得不得了 但其中有一个人 看到自己得医治了 就大声喊着说 神的我谢谢你医治了我 神的我谢谢你医治了我 各位 我现在的人的眼泪对你们讲 我们所得的恩典是大于这个恩典的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在永恒的地狱当中的 我们所遭受的痛苦是比这个大麻疯 痛苦千倍万倍的 可是主耶稣死了 用他的血救了我们 叫我们悔改 就赐给我们天国和永生 所以我们要大声地来赞美地感谢他 说要你的荣耀 这个恩典跟他大麻疯得医治能比吗 他们就 来到耶稣面前 跪起来说 他本来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因为他跑着跑着 发现自己得医治了 他就感谢神 就来到了耶稣面前 跪起来感谢耶稣 他把他所有的 献给耶稣来表示感谢 主耶稣就问他 你们不是有十个人都得医治了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忘记了感谢 走自己的路去了 我们可不是把这个感谢 密起来 我们乃至回过来 来感谢深于我们的神 所以就问 那九个在哪里呢 为什么除了这个外邦族 为什么除了这个外族人 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 再没有别人 回来归荣耀与神呢 我们得到了恩典呢 要感谢神 要回来感谢 深于我们的神 神为什么要设立了这样的 节气感恩节呢 因为得了恩典的人呢 他们就把恩典 秘起来了 你们不要这样 你们要回来 向师父与你的神 表示感谢 所以诗篇的五十篇里边呢 就说 以感谢为继 献上的 当你遇到了 患难的时候 你不要担心 你祈求我 我就大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祝福呢 这就是我们 接着感恩而得到的祝福 什么是感恩呢 就是得恩典的人呢 来回转到 施恩与我们的神这里来 下一周呢 就是收割节 让我们都准备 我们感恩的礼物 我们要来宣告 我比任何人 得的恩典都多 让我们以我们的礼物 来做见证 见证我们得的恩典 得了更大的恩典 为主你们 这样的祝福你们 做出这样的见证 我们来高举双手 一起来祷告 神呢 没有再比我 只有恩典 得了更多的人 祝你把天地的万物 都赐给我 现在我的活是 靠你的恩典 我属于了魔鬼 从亚当开始呢 就应当在魔鬼的手里 遭受痛苦 死后下地狱的 地狱的痛苦呢 主啊 是一日如千年的痛苦 是你一成就了我 主啊 我所得的救 我的世上的钱 世上的名誉 都不能够解决的 主啊 我不明白的时候呢 你就把神的儿子 把你的儿子赐给了我 让他为我的罪 定死在的死的嫁伤 代替我的死 让他 为我流血受死 就偿还了我罪 偿还了我的死的罪债 就把我救活 又赐给了我天国 赐给了我永生 主啊 你的恩典是多少 主耶稣包协的恩典是多少 我们的国度的是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偿还 所以就是让我们知道感恩 现在我们的礼物来表示感恩 主啊 就是让我们充满对主的感恩 我们一起来丧主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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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遠能进出世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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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